这绝对是杜海涛这辈子都无法抹掉的黑历史 2013年的某盛典上 主办方为了热度 花费640万 邀请了韩国爱豆全智龙出席 眼见偶像出现在自己眼前 中粉杜海涛丝毫不顾本职工作 与粉丝一起大喊表白 李湘拉都拉不住 只好劝他冷静 可杜海涛根本听不进去 自顾自的在台上掏出手机 与对方合影了无数张 行到深处时 杜海涛甚至还单膝跪地 向对方表达喜爱之情 作为一位在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主持人 却对韩国的明星下跪实在是有点难堪 杜海涛的举动 被网友大骂软骨头 连姜妈都亲自下场怒斥他如我国威 可即便如此 杜海涛仍没觉得自己有错 还在外网发表不当言论 疑似内韩网友没事找事 虽然在多方面的压力之下 杜海涛发表声明之前 但网友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他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人时却变得异常的嚣张跋扈 在录制某档节目时 杜海涛的墨镜被一名大学生弄到了地上 愤怒不已的杜海涛指着这名大学生大骂 还想打人 此外 他代言的产品出现问题后 他也是用沉默来回应 他的姐姐更是骂投资者没脑子 活该被骗 虽然事后进行了道歉 但此后就再也没有对这件事进行回应 留下那四万多受害者求助无门 如今杜海涛在娱乐圈 已然是个小透明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